今天下雨天,感谢大家多多的讲解 今天其实挺早的,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内容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由BMWCBC 还有CFC公文网GBC属校赞助 由我们洛代华中国学生会组织的荣幸活动 欢迎大家 下面就有我,这个医务新闻队美女 也是我们现任学生会的主席忙碌 给大家主持这一次的荣幸活动 然后现在我为大家介绍一下到场的来宾 我们今天到场的来宾有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 公史田参赞杨欣欲 他现在还没有来,因为今天下雨 然后他还在路上 然后还有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领事部参赞高屏 还有中国驻加拿大使馆领事部建新 以及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李小树 然后现在由网络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向来的 很高兴大家进来现在我们的研修会 然后我们今天有限请到了Sherry 张教授 他主要研究的领域在Asian Study 第二语言学习以及教育研究的领域 还有我们International Office Assistant to Westin 赵曼女士等 加伙为大家分享给她的游学经验 以及外泰华公派游学联谊会的会长王宇 还有陈森和是我们那个星星公司的策划人 现在由这个我们的会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学生会的怎么构策 学生会是一个非营利生的 然后非宗教的一个学生 服务留学生的学生团体 然后我们有在那个外泰华本职校的策策 然后也得到了使管理事部以及教育署的领域支持 学生会不断跟学校的International Office有所回作 也和那个外泰华其他两家 塔尔顿大学学院联谊会 以及AC学院联谊会 我们一起共同办过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然后我们介绍了今天的那个贊助商 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 你们都是刚买网 都是刚买网 也没有听说过这个货带华的CFC公文网 这个网站就是我们买很多东西 在我们有一种 就到第二年的时候可能要搬家 然后都是有很多的什么二手工具的交易 现在我们就请这个CFC的有负责人 给我们大家说两句 欢迎 欢迎各位兄弟姐妹来到网站吧 我在这边已经生活了差不多15年了 我俩这年过来的 我接待有个凤斗的留学生 可能有很多很多批码 因为2002年是留学生的高批期 所以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呢 这个留学生就是增长非常的迅速 那我们CFC作为一个本地的网站呢 从开始就非常注重于留学生的这些生活 体系等等的这些信息的交流 我们CFC从2000年开始成立 6月份开始成立 到现在也差不多十分了 所以我们这个在这边已经根性低谷 信息呢也非常的丰富 我们差不多有800个帖子 但是要说是国内的新浪流的话 比 但是在本地的那个 影响力呢还是相当的大的 如果大家刚来的话呢 肯定会遇到各种这样的生活上的这个需求 比如说是租房 租房那些方面呢 这个可能我们这边信息非常的丰富 除了你们可以住这个 本地这个学校这个宿舍之外呢 在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租房的信息 甚至由新德雷员生大平方给我 就是询问相关的就是如何做 我们CFC有专门的这个这个这一类别 还有这个二组市场啊 还有这个顺风大车 比如以后你去多伦多 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这个CFC导演一个顺风大车 不用做汇走 不用做这个很贵的这个飞机 然后你可以通过顺风大车 然后就去到各个地方 我们现在的CFC呢 大概12万个注射用户 但是这里面包括了很多人 也有回去的一部分 也有刚来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这个用户量也非常强大的 好我们每天大概有15000人访问我们的网站 同时每天的这些用户大概是15000人 我们现在的业务呢分四大部分 一个是CFC的论坛 也就是你们可以交流一些信息 包括生活当中的各种信息 不单是如法 包括以后你们可能养愁了 可能以后遇到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也需要问一些问题的 可以在下面询问 还有一个呢我们有新闻 我们有本身的 我们是为了他唯一一家媒体 可以做本地新闻的 我们有很多这个 我们有几个这个Editor 专门来做这个本地的这个新闻的采集 还有这个编译 还有这个采访 我们有不定时的有这个 这个本地的这个interview 然后还有一个呢 我们是微信频道 可能你们大部分都订阅了我们的频道 叫Sexy News 那里面有很丰富的这个本地的信息 Sexy News呢作为这个 我们大概三个月前开始做 现在我们已经用户量非常强大了 有差不多2000人了 所以这个 你们如果想得到及时的本地的信息的话呢 你们不妨通过订阅我们Sexy News 来得到一个及时的更新 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APP 我们有自己的这个Sexy的APP 就是你们看 如果是大家都用手机嘛 现在很少用到这个 这个电脑去平常用的电脑去绑络的 那Sexy呢有一个叫Sexy Tool 如果说你去Apps.com 然后Apps.com 然后或者去Google Play上面去下载的话 你就搜Sexy 你就基本上看到我们的Logo 啊 你这一共这两个这个手机平台 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APP 这个APP涵盖的东西非常的多 包括新闻 包括这个论坛 比如说你要是到二人市场 或者租房 你甚至就可以直接通过这个APP来做 所以非常非常的方便 然后再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房页 房页 房页 这个房页这部分我们的APP正在开发 那以后你们要比如说吃什么 吃饭啊 找餐馆的地址啊 电话想先做啊 比如说以后找律师啊 买房啊等等 这些东西呢 我们都会在Sexy房页上面 这个房页都在我们网站上面 这一部分没有在这个Sexy APP上 所以我们会单独开发一个 其他的APP 那这个之后呢 我们会在Sexy上有电脑 所以更方便大家来用 然后 讲这么多呢 主要是这个 就是大概的讲一下 这个我这个Sexy的部分内容 呃 一会儿呢 有我的这个 这个 一个同事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呃 怎么来使用我们的Sexy 呃 我相信大家都会使用啊 只不过说我们这个信息量 特别大我们有差不多两三百个分顿盘 那 其实很多这个新的学生会问我 我到哪里去找住房页去 那在哪里 因为太多 所以要我们的这个同事 呃这个 这个 可以来 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谢谢 谢谢 这个没有主要很麻烦的 一般来说 我们现在先会有一个首页 首页的话是最新最快的活动会在首页上 然后 就点进去 点进去 首页是 是页面 有很多的广告 也有很多的用户商 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些专业人士 可以再直接在首页上找一些相关的专业人士 然后我主要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分类广告 分类广告我想对于你们来说用途应该是最大的 也是你们现在应该应该会经常要去浏览的 分类广告下面第一个是个二手市场 像我刚来的时候我用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床垫床架 笔记本 客户都是在二手市场上买到的 然后很多公司你们逼了业之后如果想要卖东西也可以在二手市场上面放你们任何的东西 每天都有几千的用户会在上面浏览各种各样的二手市场 卖电脑啊卖各种各样的只要是你能想到的上面都会来 然后接下来是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我们主要是一些小型客人的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自己有一手好的手艺 你在上面做一些小的美食 然后有些同学在家里面如果你想去餐馆没有车都方便 也可以进那个家庭厨房 家庭厨房上面会有很多的自己学生或者自己私人厨房 在家里面做的一些小吃 同学可以打电话 然后直接就有外卖人家可以送到你家 所以这个非常方便 然后也可以解一解查 必须在外卖中国的小吃不多 所以很多人都学生自己做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广而告知啊 像这广而告知 如果你同学需要搬家 这儿 这儿有一些搬家的铁 然后有一些 搬家的铁 你需要搬家所有的家具 别认识IT啊 你现在去IT买家具 你没有车会非常方便 所以去这个上面浏览一下 会有很多街机搬家 然后还有一些 但是你能想到用车的 也都可以在上面找去 都是一些华人自己在这儿有一些车 所以非常便宜啊给价格 然后接下来是 租房中心 租房中心 租房中心刚才认为已经提到了 如果现在你们还在租homstay的 或者是在租局道出生 感觉相比较会比较贵一些 所以可以去租房中心找 如果你现在自己有房钱 要租出去也可以在上面发帖 然后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人爱 租房子啊之类的 然后点进去一个帖 有一个值得要注意的是点进去一个帖 如果你在发帖的时候 你上面有地址 这个人没有写地址 就是我们的企业上面 你把地址填进去之后 它有一个直接的link 你点那个link进去之后 直接跳到Google Map上面 我发现好多人都没有在上面写地址 我给你找一个 找个高明 啊 这有一个 终于有一个同学上面写地址了 就这个地址直接可以跳到Google Map上面 所以你们找地址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因为可能刚来都会不太熟 所以可能要通过Google Map来定位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买车卖车吧 你们现在都有车吗 买车卖车 这个呢是很多学生 也是很多学生 留学回国 或者是很多人用的二手车不想要了 在这个上面卖 当然也有很多我们自己第一个店里面的 三次店里面的那个人 呃 其他计交商 他们也会在上面放广告 我的低量税也是在上面炒到的 包括你可以接利息啊 赶利息啊 会很多人在上面抠任何买车卖车的信息 然后你看我们这个上面还有一些 关于车的资讯 因为你们刚刚才想法 可能怎么买车啊 怎么去签保险啊 都会有些问题 所以在上面 汽车资讯 搬家用车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有任何问题在上面发解 会有很多很多的任性 在上面帮助和回解的 然后接下来 哦 还好 因为你们应该不知道 6月1号你们的学签都改了 你们现在的学签 可以当做off campus的工签用 就意味着你们每个礼拜 有20个小时可以在校外打工 所以CFC有一块求职招聘 求职招聘的话 你们如果感兴趣的同学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有很多招那个收银员啊 服务员啊 那个最近工资 那个工资还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说你们可以上去浏览一下 看看有没有你们想要的工作 或者在博主馆之类的 在卡普天儿啊 都可以 你们现在要充分运用你们off campus的工签 有没有问题啊 嗯 差不多就这些吧 我觉得现在是对你们比较重要和有用的 包括我们论台上面还有一些 莫台华 阿卡尔根啊 海邦克那些专门的论台里面有 那二手书啊 然后教授点评啊 都会在你们出去啊 包括宠物天地啊 你们喜欢养宠物的人呢 要注意一下 因为在问的话 养宠物 它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像打针啊 然后上一些保护措施啊 比如说出去救的时候 不能放看绳子啊 之类的 在那个 嗯 宠物论坛上 都会有 所以 我希望这些心情可以帮到大家 能让你们在解决在能学生活更顺利 谢谢 啊 非常感谢主任来给大家讲一些内容 嗯 CFC呢 很希望大家能够在这边能够啊 嗯 很好的度过你们这边的学系的生活 嗯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 啊 关于CFC的使用啊 关于今后的你们的生活 等等等等 都可以问一下我们 有没有 让你提问一下 CFC的问题 没有 都好 都理解了哈 非常非常感谢 谢谢大家 我叫Raven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呢 我们的办公室在大德华旁边 在那个刀弯上的上面 呃 你没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办公室来找我 我是我的 我的办公室用来做找我朋友给大家了 谢谢大家 我那个 谢谢我们刚才那个 CFC中文老厨的人 那两个人 他的分析其实真的非常有用 我现在是第三个学生 然后我有很多的东西都是在CFC上 那个是搞到 比如我的家具啊 一些什么东西 车啊 都是从那儿找的 那个我现在不知道 那个大家 有没有办那个银行卡 你们钱还不搞 有没有 都弄好是没有 没有 那个我现在我们有幸请到 我这个CF CFEC的那个贩子 副作人 就现在有请这个周杰 给大家讲讲点 大家好 首先那个 不要把我想象成一个单纯的赞助商 没那么远 我和你们一样原来就是国际学生出来的 我之前是卡尔顿大学毕业的 而且也有幸 在OEU修过一团课 大家知道 万一在OEU你们课注册满了 可以去查一查卡尔顿相关的课程 你的学分数可以互换的 这个非常有用的 然后说到钱 您好 大家过来留学 因为我们的学费给别人的论 我们生活费给别人的论 那很简单 我们的钱必然要给别人的多一点 我都没有用 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去练习你的英文 我们在生活中买东西也好 饭什么也好 只有两个地方 不要去练习英文 一 警察局 二 银行 以前 另外说一下 以前我是卡尔顿大学学生会的主题 曾经见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因为大家在沟通的时候不顺畅 造成我应该是今年八月份交的学费 不幸被锁了三年取不出来 只能再找父母再要钱 这种情况发生都不是一次 那也就是说明 大家你记住 如果说要自己做自己的银行 不一定来找我 不一定去找我的银行 可以找任何的银行 没有问题 但一定要找中国人服务 现在因为我们在这里 中国同学 还有其他的中国移民越来越多 每一间银行都把中国客人 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客人来源 那么他必然就会有说中文的人 如果说你叫我一个银行说 我需要中文服务 他无法提供 想都不要想换一家吧 还有 你们不管去哪里办你的银行业务 两点 两个最重要的 你们需要两张卡 一张是你们的 我们通常称为银行卡 也是借记卡 就是我刷钱 从你账户里刷钱 就把钱刷出来了 第二个信用卡 就是我先刷钱再还钱 为什么信用卡很重要呢 信用卡是大家 在这里 唯一积累你们信用记录的方法 这种方法以后 信用记录有多重要 当你们毕业了 你们想要自己贷款 想要找工作 想要找房子 想要做一系列的事情 要先查你的信用 如果你没有一个可靠的信用记录 很多时候比较寸步难行 所以说这点很重要 这两张卡 一定要拿到手 另外呢 就是说 你们是学生 也就是说 对于学生来说 一切的东西都应该是免费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那么如果是你们到哪家银行 他们说你们作为学生的话 这不有这个费用 这个费用 这个费用 他在你打多少折都是费货 不管在哪里 银行应该学生是免费的 好吧 这个是几点 做出一个几点的说法 现在呢 我就要嫁我的同事上来 呃 他会主要负责 他是这个我们CIPC 全称是叫做 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 专门负责 学生 就是学生 国际学生业务的 一个同事叫曹医师 呃 曹医师麻烦你上来一下好吗 他现在的工作地点呢 是在Binis Bridge Binis Bridge 现在可能有 你们大概可能 刚才不知道有多久 不知道就到这个地方 从这里做公车 而且无数量公车可以直达 那么他呢 呃 会帮大家解 解决所有 你们银行方面的问题 呃 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展台 在大家的后方 一会儿大家离开的时候 或者中间 擅长有空的时候 可以去那里拿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好吗 行 我这又有一位同事刚刚到达 下来了 没事上来了 大家认识一下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位同事 就说实际上呢 商业帝国银行 就帝国商业银行 在中 在这个 郭台湾 有很多家风行 都提供中文服务 不止一家 那么 这个呢 呃 我们的同事呢 那 Judy呢 她是在 Bowhaven 也就是Bowhaven 如果说你 我们的Hong-Seven 你住在那附近 或者你都可能上学 在那附近的话呢 也会去找她 那么我让这两位同学 都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好 大家好 我叫曹医师 啊 名字是一二三名 医师哥的师 大概叫我医师就可以 我目前在 加拿大罗上海银行 在BC 在Beans Bridge 这个分行 就是这个 金融服务经理 然后呢 我的工作内容 然后负责所有的 银行的基础业务 也包括投资客 给你贷款 那么我在行里面 也会主管 这个中国国际学生的 这个 Skid Fention 银行的这个 减费业务 如果大家以后 对银行账户 信用卡 或任何你的这个 付款 付学费 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大家都可以直接 打个话给我 你可以把邮件给我 刚才听到说 我们在那边 有个展台 啊 关于就是说 我们给大家支付了很多 学生单线信用卡 关于的信息 然后今天给大家 准备一些小礼物 那么如果一会儿 大家有信心的话 可以到展开来找我 谢谢 大家好 你好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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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Judy 我中文名字是书笔 跟我的名字一样 那我的姿势 是跟世界一样的 所以我带来 有住在Barhavan的 地区的朋友 可以来找我 那好像你奥 英ols 所以 我的商业签 是在桌面 谢谢 好 谢谢两位 这个美丽的吸引力是要比我大一点 我这一讲话大家不能开始聊天 可能都有这一讲话全都完整 其实就是这么多 因为我刚才已经大家讲过了 以前我就是学生会出身的 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大家在这种活动中看到我 但不一定是穿这么西装 比一个人多人一样的 有可能就是跟女生是一样的 因为很单纯的 我就是做学生活动出来的 那种活动我就是会参加 你一定能看到我 有任何的问题 我在华华已经大概有十万年了 也是国际学生毕业以后就留在这 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不止说是您的问题 任何问题 以前每一届的事情都会有这样 而且他们后来就习惯了 我房子是我的问题 我读书选课 你都可以和我们联系 到时候在那儿拿我们的那个名片 发一件过来 能解答我们厉害的就能解答 我把解答了我们去帮你们找 这个Livion这里 我们平时在这儿时间在长 在外华在身上 管他叫老大 我一般找不到的信息 我会跟他们 他们肯定能找得到 好了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 刚才那个祝天就给大家非常敬念 那以后感激了 那以后感激了 那个大家 平台的电话人使馆教育部 以及 有助处的领导 他们到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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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由 终于VP内 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那个 赞助商 导马的 Auto Bmw的那个信息 然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 在未来的起来 有没有这个构车计划 然后我们这个 有一个 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 在过来 有这个中国人办的 一些收藏 他们的一些地点非常不错 然后他们主要的精灵 就是Bmw的宝马 大家都喜欢宝马 大家都喜欢宝马 其实我也喜欢 然后如果想买宝马的话 就可以去联系别人 然后我们可以同样 有很多宣传设 就在后面这个桌子上 如果大家有幸运 可以去拿一下 然后我们那个 还有一个就是 不知道大家听说 经常给我属校 就是我们 属校在这修课的话 我们 在国内也是 同样可以去修 我们国外的课程 就是在你属校回国的时候 然后我们这个学校 就是叫APC属校 GPC GPC GPC属校 收货 然后我 这个属校 属校修的那个 学员不算在GPA里面 但是他可以让你的 想修过来上 对 然后我们写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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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着你在这个属校 叫JNC Project 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 这个 JNC 属校 是首批二二二五一校 激难大学所属的 属七学校 是华南地区唯一的 校办 属七国际属七学校 有坚持的转学和保障 JNC 属校的课程十分多样 可以整四十多门 北北大学的课程 比如说 很多名称修的 以后 和商课 最后呢 这个JNC 属校 学费也很实惠 成本一 最第一门 只要二百亿 谢谢 谢谢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专门帮忙看一下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请 我们的杨冬腔给大家讲话 主管的杨冬腔 然后接下来杨冬腔讲话 就是高层站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提问 你不想要 你不想要 各位科同学 大家好 高兴有一个机会 跟大家来见面今天 我知道今天 大部分是我们 新来获大投资的团学 是吧 有多少是今年要早 也就是吧 除了你们的一个时间 会还有帮助大家 帮人一跳 好 谢谢 大家来有多少是读本科的 还是本科的 大部分都是本科的 有多少是第一次到国外来读 还是很多 有多少不是眼前生来的 学校 是 那你会没有 ? 有对 正好 Unione 已经在开始上课了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这个 很漂亮的李洛大华 我刚才看大家记者的时候 很多都是头一次出来 头一次到国外来出去 还有家长在这 他不是家长的样子 是不是家长 家长可能也是不远的话 你陪你们过来 或者是送你们过来 所以首先是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行程 那我觉得大家来到洛大华 其实里面是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不知道你当时在国内独行的时候 都是美国什么地方来的 有没有参加高考 有参加高考 有参加高考的吗 都没有参加高考 有些好多的这个国内 这个很严酷的这个高考 能来到洛大华大学 洛大华大学可能刚才我相信 前面你们的学姐学书们 已经给大家做了很多的介绍 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很多 这个需要注意 或者需要提醒大家的 那我想大家可能刚好来到这里 肯定是很兴奋 很这种叛特 也有很多这个 编辑员的出景 我们今天的使馆呢是想过来 跟大家见面 也跟大家做一个 交流吧 那么中国大使馆在这里呢 有一个很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管 那么其中有一个教育处 就是我们和御教授老师 我们在这个工作的教育处 教育处的这个任务就是为 广大文学生提供服务 提供帮助 同时呢也为这个 中家的教育交流 提供一些帮助 我们跟霍特派大学 国内很多学校有很多这种 联系和校集交流 等等这样的这个活动 所以其实大家 首先是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学校 那么我知道 同时如果刚来 如果父母没有陪伴你来 没有在这儿陪伴你的话 可能大家第一感觉是 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感觉 特别是在国内这个 读高中 或者当时准备高考 考了都是没有考的话 那个压力和家长 对你的那个关注 对你的那个每天的那个唠叨 可能也是首先是一种 重获自由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想同学们来到这里 可能给人很多新的这个挑战 跟新的这个困难吧 刚才虽然学者学姐呢 给你们介绍了很多经验 和怎么样面对这个困难 挑战的一些方法和办法 包括什么选课 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些经验 但是我想大家可能还是对未来 对这个今后会遇到什么困难 都是有一些关的 或者紧张的这样的情绪吧 所以我想大家首先 到底要尽快地安静 安定下来尽快地适应 这里面的学习生活 尽快地从原来一个中学生 特别是本科生来读的 当然我看大部分都是来读本科的 要尽快地从一个高中生的角色 转变到一个大学的角色 可能我觉得大家第一个的感觉就是 不像在学校 读中学的时候 你那么紧张 每天早的去起来 感觉吃了早饭 感觉去读书 就这样的一个压力 因为你有一个目标 你要考上大学 不管是在国内考 还是在国外上大学 都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那么到了大学之后 你可能突然觉得你一个目标 没那么明确 没那么计 没那么直接了 所以这时候可能需要我们同学 特别尽快地要试炼大部分的生活 特别是在国外不大学 可能在国内还不一样 比如研究生的同学 可能都在国内读的大学 这里可能可以打出到 跟国外的学习 其实环练和氛围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这个我曾经见到一个 在美国教的很多年数的一个中国教授 他跟我说 他教的学生当中 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 特大一个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中文学生是有困难的时候去找老师 美国学生呢 是有想法的时候去找老师 所以他就说这样 这个特别明显的感觉 就是我们从国内 这样的高中读出来的学生 他习惯了 按不就快地去跟老师学知识 按不就快地去考试去订好 他没有那种很主动地去探索 这样的一个习惯吧 所以他感觉就是 这样两位 这样的学生当中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差别 所以我想从这边的学生 我相信他们在这儿 读了很多年 也会有这样的体会 就是老师对你的期待 他不光说你上课了 自己的体系了 考试了 可能还更希望 有更多的思考 更多的想法 更多的去跟他去探讨 所以这方面可能是我们的同学 需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同学后来读大学 其实大学这个阶段 在我们这个人生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历 大学可能说 要多三年四年 那么这四年当中 是你人生最好的一个年华 也是你最有可望学支持 那么在这里 结识了很多朋友 可能是一生的朋友 可能他会收获美好的爱情等等吧 在大学这四年 对我们同学来讲 真的很非常重要 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人生基地 希望同学们 来认真把握 能够在沃德华 这几年的这个学期当中 能够留所收获 留所这个感动 和留所提高 把分别为你将来 今后的这个成长 能够奠起一个好的基础 那么大家回到游数以后 可能也发现这个学校会 因为这样的学校提供了很多的可能 不管是课程的选择 课外的活动等等 另外还特别有一条 这个学校是北美很著名的双举大学 所以大家可能我相信 大部分都是独立本来的 希望你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个 很好的一个优势和条件吧 能够在法语方面 能够有一些学习和进步 这样将来不管你是就业 还是你将来的人生发展 都会有更好的一个 竞争的一个机会和平台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充分利用这样一个 好的学生环境和机会吧 那么另外在这个 同学们来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使馆教育师们 也有几件事想跟大家提醒 以后我们的这个 领事科高三赞会给大家介绍 专门关于领事保护方圆设计 大家可能没有太多这样的意志 我们的学生就是学习 但是你现在来到这里学习 你是国际学问的身份 你的美丽人很多时候 他不是只代表了你章三里四 而是代表了中国学生 所以我还特别希望 我们今天在这读书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个意识 对你学习部分的表现 你的行为 其实都代表了一个中国学生 代表你的国家 这样的一个形象在这里 所以希望大家 时刻时刻有这样的一个历史吧 就是你真的是代表了 现代中国青年的一个 真实的风光 所以希望大家 不管是在遵守记录方面 遵纪手法方面 各方面都要有一个 人于利己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想特别提醒大家在这里 第一是要注意安全 就是这个安全呢 可能你老觉得那些 发生的事情离得很远 其实就在我们这个城市 我们中备发生了很多 人身安全的这个案例吧 也很发生生气 所以大家第一要 这个安全的意识 可能你是在 你在饮食方面的安全 你在这个身体方面的安全 你在这个旅行当中的安全 等等等等吧 希望大家有安全的意识 你在居住的环境等等 你这个选择这个 使用或者选择这个 或者选择这个 租住的一个防护的情况 都要有这个安全的意识 人身呢是第一的 你再学习好再怎么样 你没有了这个生命的 的确都不可能再有 有什么可能 所以大家第一 注意这个人身的安全 另外的希望大家注意 一些证件的安全 因为你在这里 你的学生性的证明 你的护照是很重要的 人身的证明 所以这些证件 大家一定要保护好 一定要有这个 一方面的随心 要携带一些 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另外 如果有一些 遇到问题之后 最后 我们会有一些 这个 原型的方式 可以告诉大家 另外大家 还要特别注意 财产安全 特别是 我相信 有些同学家庭会比较好 可能 生活一直都比较 舒适的这个团体 长大了一下 那还有朋友 可以介绍的 我们会买宝马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 财产也非常重要 所以 大家在这边 这边的时候 可能我相信 都有些介绍 怎么利用银行的这些服务 银行卡的那种 尽量少带 现金的出行 其实就在我们周围 有很多不安定的区域 不太安全的区域 所以大家特别要注意 尤其是美工学 晚上听门 晚上听门 静短而行 这方面希望大家有特别的注意 另外 大家在学业上 也是有一个安全的意志 就是 特别要遵守各种各样的 学校的技術和制度 有些时候 有些遇到问题 可能在国内 根本就不出事 但这边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像这个 这种交通规则等等 因为大家心里可能追及跟很多东西不太熟悉 我相信学生会给你们做了很多的介绍和安排 那么我们也真的也带了一些学生 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安全的一些手册 另外我们使馆的其实就教育处就没有 我们是加坎健 然后念证一个Laurian 我们记得Laurian下一个部网 我们这个NewBroad上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 愿意跟我们来交流 也可以欢迎大家来 那我们这个使馆呢 希望大家有一个注册 就是我们了解学生们在这里学习的一些情况和基本的信息 我们也愿意给大家 跟大家能够保持这种联系吧 特别特别是在毕业的时候 还要开始留学会证明的时候 这些数据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信息 另外还想特别提醒同学们 就是一定要跟我们家人保持这个经常的联系 我们经常接到使馆里 和我们教育就经常接到学生 国内家长打个电话说 我这孩子找到了两周联系 电话也不接 宿舍也有人接等等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这个意识 我们的父母在国内很惦记里的 他们很惯记里的 尤其我们现在都是独特的子女 从来没有联合到父母 所以一定要经常跟家 家里保持有联系 然后一定要把你的联系方式 跟你的周围的同学 好朋友有一些了解 这样在父母需要找你的时候能够找到 这个家长非常着急和难过 我们已经最近有遇到滑几期了 其实没什么事自己出去玩的 那个玩的堪费的地方没有这个信号 找不到家长的宝道 着急和很着急 所以一定要跟家长保持这样的联系 让他们在国内多放心 也能够安心的 里面在这种顺利的学习 另外的这个使馆教育处呢 我们是对同学们会有提供 其他的很多的一个帮助和服务 大家可以上我们这个网站 还有联系的老师的信息 任何情况 包括遇到这些困难 希望跟我们沟通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联系 使馆还是能够提供一些帮助的 比如最近我们遇到了一件事情 一个学生他到了阿尔波塔大学 人已经来了 结果准备注册的时候 学校的注册方式说 你的那个那个 啊 啊 毕业证书和冲击单等的都不够 都不够qualify 不够夹入学校的那个 毕业的那个资格 那学校就很焦急 很着急 人已经来了 入不了学 那他国内的家长就是 从网上看到了我们的 这个研究方式给我发文的邮件 就是说我的孩子在 已经到了阿尔波塔大学 他本身在国内是 本来不做专科 又续了这个本 然后现在准备 进而读设施 学校不接受他 后来我们 把他那个情况 聊得清楚之后 发现他是在国内续本之后 其实有些的材料都已经公正了 只是在招生的时候 这个申请材料也没有附上 所以学校是 他不够他们的这个 这个条件和资格 就没有人行来入学 那我们及时跟大学进行交涉 找到他们学校主管招生的领导之后 学校及时跟他们的联系 又跟他进行了面试 又进行了测试之后 最后上周末的时候 学校不会打电话说 他已经解决了 已经能够设立入学了 这样家长在国内的民俗里的学习 所以说任何困难 遇到这个问题 你自己没办法解决 或这位同学 没办法帮你的时候 你永远都不会来使馆 对我们联系 我们使馆教育部 就是同学们在这里的一个 也是个良家吧 一个使馆 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工活动的一个领导 所以大家有什么事情的话 一定可以积极地来跟我们联系 然后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会尽量给大家 提供多多的帮助 另外我们的学生会在这里 所以他们也非常的用心 每一年新增到来说 都做了很好的 凝结新增的准备安排 平时他们也会组织很多有意义的活动 也希望大家能够利用好这样一些平台和机会 我们的华人社区 也为大家提供了很多服务 和帮助我们的一些可能的各种各样的平台 所以希望大家在这里学习 能够愉快 也希望大家在外华这些年 能够给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另外希望这四年的生活 或者这几年的研究生的生活 能够为我们将来未来的发展 能够变得一个非常好的平台的基础 我就想祝了很多 谢谢大家 有什么事情跟我们多联系 然后就有请我们领事部的高频参赞 跟大家就领事保护方面的一些事情 能够经历的交流 谢谢 感谢两位参与我们学习多 然后对我们游戏的关心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高频参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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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使馆影视部 各的影视工作的参赞 我叫高频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我的同事 她是她在设议里面的一个 小林 她是我们使馆具体负责 影视保护工作的同事 我希望大家首先提个她的手机号吧 不知道你们有她的号码吗 她的这个手机号是我们使馆的 这个影视保护的热信号码 是613-878-8818 如果遇到这几个情况的时候 需要使馆筹助 大家可以把这个电话 613-878-8818 我们这个电话是 二十四小时开通的电话 那么今天我首先 这个同学们来到东京浩大学学习 就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 是一个不有盛名的一个大学 是双语教授 我是学法文的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过机会 在一个伊姆卡双语的一个大学里面学习 也希望你们这期间有难得的机会 希望你们能够学力留着 但是我首先还是觉得 还是希望你们第一个是平安的 所以今天我也非常高兴 你有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 领植保护的一个交流 这个领植保护呢 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 有没有同学出来之前 关注我这方面的事情 尤其去年呢 我们国内包括外交部 我们政府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 做了大量的宣承 我们私的私兵道 也曾经带了很多的对我走到全国的 很多大学里 给我们同学们做成做这样的想作 因为现在咱们出国的人数 就越来越多了 我不知道啊 一个阳风山的人可能会知道 其实我看了一个数字 80年代的时候 想要把加拿大的学生 600多人 差不多这个数字呢 现在大概只有10万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么多年 这个增幅是非常地大 所以这段工作中 也是越来越重要的 领植保护的工作 不知道大家可能这个概念 我刚才简单地讲这个概念吧 说起来是个非常紫杂的一个历史 其实为什么叫领植保护呢 这个工作 好多人讲领植和外交是什么区别啊 其实现在没有什么区别 领植保护工作 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工作 外交工作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因为这个领植植物呢 就是领植保护这项工作 它历史非常悠久 因为我们这个使团出现得更加的早 很早的时候呢 开始由领植来从事的这项工作 所以呢 近代的工作一直呢 就叫领植工作 那么在国家使团成立了之后呢 它们外交工作基本上就混在一起了 一般来讲领植工作呢 是由领植来从事的 但是呢 使法的外交官 不像我们 就作为使法的外交官 也可以从事领植植物 就叫外交官的从事领植植物 那么我们领植部的工作呢 从领植保护之法 还有领植证件工作 平常大家如果复照优师呢 需要发布什么公正认证啊 都是通过需要领植部 来领植的这项工作 那么同学呢 你们来到了那个加拿大 那么 特别我们国际法上说 这有好多同学 有没有学法律呢 你们本身来到了加拿大 是要做加拿大的法律管辖的 这是属于属地管辖 那么同时呢 你们又是不为中国公民 我们国家对你们 也只有保护的义务呢 我们有属人管辖的这个责任 所以呢 你们在这个地方 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受加拿大的法律管辖 那么我们政府呢 同时有义务来关注你们 你们的法权益 是不是得到义务的保护 这就是我们领植保护存在的 这个工作的意义和所在 刚才我也讲了 我们这些年 中国公民走入的时候 人数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 我们王毅部在 非常正确的一项工作 法律是保护工作呢 是我们海外的民生工程 我们这些也投入了很多 无论是在人力 和财力 在技术建设方面 都投入了很多的工作 这个具体呢 我想就会跟大家多说的 大家想一些比较实用的东西 因为刚才那个洋工单 其实很多也都已经提到了 我这里呢 结尾是主要的案例 大家想一想 可能同学们 会引起重视的程度 比较高一些 印象会深刻一些 同学们这个领植保护的大卫森所 跟设计他们留学生在外的 常见的案例大概有这么几种 我跟大家提一下 第一个章的杨森想 一定要所在保护 保护自己的证件 这个的案子非常多 包括你们的证件 包括你们的钱财物 我刚刚同学们 出了留学的 可能很多家庭 确实很富裕 但是我们在海外 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 因为在外头 其实显得比较富有 炫富或怎么样 导致身上的一些财物的损失 甚至人生安全数 这个案子是非常的多 我曾经在这个 比知识法的时候工作过 我们也常常做了这样的案例 同学 中国人也喜欢在现金 但现在可能好一些了 不要在太多的现金身上 估计一些比较贵重的物品 我们当次在识管国际 上市的这方面的筹筑 电脑 什么这些东西 或者人群比较团团的地方 可能就被封了 就被盗了 所以有时候这个方面 我觉得提醒大家 保管好自己的证件 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办一个步骤 不是说 你当天完了 我就可以跟你办 来来说 我们也需要一些时间 才能给大家做出来 所以自己的解图 就是你的签证还在上面 丟了之后 可能连签证 这些东西全部都移 所以要重新办一下 非常的对势 所以这个方面 激励同学们 注意一下 第二个就是 刚才杨树范就讲到 有传统家人联系 这方面的题子 我们做得太多了 我觉得有些同学出来 可能在这些生生期 有时候会觉得 跟父母没有话谈 来了之后 我不想跟他们联系 其实他也没有什么事 就是跟父母 不想说话 很多这些父母 也不抱自己的行踪 可是在国内的父母 会非常的担心你们 结果觉得有什么事情 家人找着的时候 一定要能够让你的父母 知道你在哪里 还有些同学 比如说我们在看 刚刚收到的一个案例 其实他就是跟同学 出去玩的 然后手机没有变了 也没有办法中变 然后他的父母 都非常着急的 两三个年生效 然后说让我们 要找这个孩子 希望我们立刻别报警 所以这种情况非常的多 所以我提醒同学们 现在通讯技术非常搭搭 有很多方式 可以跟家里许多联系 我们觉得 还是要纪念他自己的父母 虽然你自己 可能没想象 我也有孩子 我儿子今天也十五岁 他也很烦我 说你为什么 老是整天父母的行踪 这个那个的 我其实没什么事 但是父母呢 他就会很操心的 千里之外 万里之外 所以我希望同学们 要体验家家长的这种心情 第三个主要是 交友还是要慎重 他们也很难讲的 我不认为大家来之前 看过 关注过这件事情吗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 既然也非常的好 但是不代表这里面 就没有 其他方面的事情 行善这种安全 同学们有没有关注过 在加拿大又进行非常有名的案子 可能在全世界都引起碰到的 这个案子 我不知道 有个叫赵珈乐的案子 大家可能有没有听说过 有同学知道吗 赵珈乐的案子 你们有知道的吗 不知道 他是做的好表学人的 卡尔顿的 卡尔顿的 所以我们一定去卡尔顿 在留步里面的 全是可能会知道这多一些 他就是 因为在这个案子 现在还没有审完 这个嫌犯已经被抓了 但是这个案情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太清楚 但是赵珈乐呢 他确实就是跟这个人 合称了一个房子 两个人在一起居住的期间 可能这个男孩子是因为 性格方面那些问题 两个人发生了争吵 争吵那么 当时这个男孩子 就买一把刀 把刀大概就被杀了 这个事情非常非常地严重 我觉得我们同学们 你们家里都是大部分孩子 这么多生子女 父母把你养大 非常地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的孩子 土边有一些什么情况 因为父母观众比较多 父母对你们的关心爱护 很多事情都心理心为的 到下来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大家需要 成熟一些 有非常一些辨别能力 有一些防范逆致 就是交友一定要慎重 比如这个人 他的性格有没有问题 身正常会不会有些状况 可能导致你失控 是控制掉的情况 这些方面一定要非常地震动 第四个 提醒大家有交通安全 最近这样做 我们刚刚处理的案子 是在他的家里 有两个大学生女孩子 是刚刚大学毕业的 21岁 他们两个人开车 是从他的家里 打回温哥华的路上 开了一辆雷沙斯的车 他在做一个奔驰车 加拿大都会发很好 在刚才的车也很好了 很有钱 他们两个人在车 开到220公里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 对吧 加拿大高是120公里 他们两个是220公里 我们也 当时的案子当事过之后 我们也在外国 因为我们在国外生活 来讲 交通安全是每个人都需要 要做助力的 除了年轻人 他那个家长16岁 就可以开车了 16岁 然后我觉得我们明星人 有时候喜欢 继续比较活跃 有时候可能好好运动 但是开车就是 这个是件大的事情 出了事情 他就是要了人民的 人家不得了 这样他的当场就没了 然后我们最近还处理了一些 我们都发现了 今天发现做干车事件 国内的连续成长 这四个 伤了十好几个 还有在卡尔加里 四个老人也是开车 刚才的全都没了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全是变成有 我在跟人家说的案例 我当年在比比赛的时候 促立过一个案子 是我们卢文大学的女孩 长得非常漂亮 很有才华 在我们教育中 都非常知道 他在人家家里都坐家教 然后有一天 他每天都坐火车 去这个人家 然后这个人家呢 就是下了座 人家在来就惊了 那天呢 他坐人家就回来 就有点晚了 这个火车呢 是个小站 每天到一个定点 整个大概有两分钟 他就从这个站 看了过去 就说白了 这个地方 不是不能跨过去的 那是说到 他一看我在这边 绕过去 我又来不及了 怎么办 他就从这里 他就跨过去了 真好 反方向 这地方有个盲点 有一个火车就过来 立刻就把他撑掉了 就没有了 当场就没有了 这孩子 二十一岁 非常的漂亮 后来我们去 他父母 哭了一点 真是伤心欲绝的 我们跟教育 一起行为他们 处理的这件事情 教育非常深刻 学校也非常配合 当然 最后 给我们情况 非常多的帮助 他做了一个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仪式 在一个教堂里面 但是这种事情 真的教育太深刻了 我觉得在这里 跟大家提醒一下 这些事情 听起来 似乎离我们 自己非常的遥远 但是一旦发生 那就是百分之百的 没有看到走反夺的事情 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 这些事情 刚刚跟大家讲了一些 案例 保护总结起来 我跟大家提起一个要求 第一个还是要认记手法 我们不管它哪里 要有认记手法的意思 首先哪里 就是要了解一下 各个方面 跟我们生活 学习 相关的法律 因为每个国家都不一样 我觉得 你比如说 西蒙 在我们中国 我们中国人觉得西蒙 是非常严重的形态 我们法律应该的审态 非常严重的 甚至是骑行 你半读了 150克 就可以够看骑行吗 或者你去荷兰 那个地方的西部 都是合法的 但是我觉得 同学们还是要了解一下 一个人认记手法 不是说我刚刚举的这个 可能不是特别的恰 很好 可能是我下面要说的 一个事例 就是说手法的概念 对大家来讲 我觉得首先是需要有的 其次一个就是要相互尊重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加拿大是一个移民国家 来自于各国的多元文化的同学们 在一起生活 首先要相互尊重 大家不要有一种 起这个脸光去看待别人 别人的宗教新娘 别人的生活习俗 跟我们都不一样 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避免很多的也就是中国 很多的重组 都会有这个方面引起的 第三个我觉得还是要自强自爱 同时来到这里 我觉得大概是个断念 十几岁 有的同学肯定很高二十岁 离开了自己的父母 离开了自己的祖国 来到这么一个遥远的地方 那么生活 学习各个方面都需要自己去压力 那么我觉得我们同学 有很多的学生会 也发出了很大的作用 我们这边的很多学生会 因为我们也是把我们工作 在过去的处理的工作当中 也提到了很多的帮助 还需要自大爱 我觉得 就是我刚才讲的 可能有些 比如像西零 我们在荷兰 开始合法的 但是同学们 要有个自我判断 这种事情能不能做 对吧 有些朋友说 该不该去 什么样的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不好的 是不健康的 所以我想在跟大家讲的主要 就是这一方面 我给大家讲几个这个 几个主要的这个电话号 我刚才说了一下使馆的热线 另外一个 我们领事司 最近轻轻推出了一个 领事保护热线 叫12308 同学们在这里也可以打 在国内里 你的父母有什么事情 也可以打这个电话 同学们可以跟家长 说理成都可以的 这个电话是24小时开通 我们9月1号 外交和正式成立的一个 领保热线电话 是全球的 随时就有人接 通过这个电话号 你们不可能出现 比如说 我打了断电话 没有人接 我非常紧急的情况 都不会出现 他们如果知道了你们的请求 会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情况 转到我们使馆 由我们来处理 12308 另外一个 刚才杨文才也提到 我们同学们 不管是英不改的 还是英不自然的 最好在我们教育处 有一个根记 根记的最好详细一些 把自己的个人信心 比如说你的心情好友 万一我们联系不上你的 通过谁 可以找到你在国内 能处某一些最基本的信心 这样我们会有 有些事情的时候 可以联系得上 另外一个 每次要同学们 关注一下我们使馆的网站 因为有时候 会有一些提醒 有一些通知 等同学们 可能会有关系 我们会在网站上发 第二 我们使馆最近也刚刚 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这个微信群 是为了领事保护的工作 建立了微信群 这里还在我们 住加拿大的使命馆 相关的主要是 住的领导的工作人员 另外我想我们 温泰华大学和 跨尔兰大学的 学术各种负责人 也是我们 只有微信群的一个成员 有什么事情 这样我们可以在 第一时间很限定联系 我想做的就是这些 专门的同学们 首先是平安 其次是学业有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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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高三赞 跟我们分享更多 永迟保护的信息 然后刚才 刚刚现在是永迟保护的时候 一下子 CFC付责人 就想到现在 科技能够发达 然后很多学生 有被网络的诈骗 然后被骗了好几十万的 所以 再为大家尽力一下 就会算 呃 刚才 谢谢高三赞 刚才讲了几个 关于这个安全的问题 其实CFC他们有很多骗子 这个里面千万千万要小心 骗的类型呢 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他们会发一个 租房的一个广告 说有一些广告的图片 在QQ的重点里面 然后让你去登录 登录的时候呢 他把你的QQ的密码和用户名 就买下来了 就拿到了 然后他登录 到你的QQ上面 去找你的父母要钱 找你的亲戚朋友要钱 我知道有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 他被骗了三十万人民币 第二个案例 骗了六万人民币 第三个案例 骗了五万人民币 这是真真实实的事情 真切发生的 所以现在来说呢 我们很多帖子 我们都选择过了 有一些帖子呢 就是说看那个很像骗子 我们都删掉了 但是 还有一部分人 他的帖子的尾装的 非常非常的 像真的一样 所以我没有办法辨别 不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在这里呢 一定让大家注意 跟家里保持一个很好的联系方式 一定要用电话来盘钱 一定要在电话或者是FaceTime 见人给钱 千万不要用QQ上面 你叫人家父母一定要 关键是父母 他很着急 QQ上面 一般骗子都说的 我很继续用钱 我在监督里 我在旅游 我旅游 我旅游手机丢了 我没法去FaceTime 借着朋友的手机等等 要告诉父母 有任何事情 他甚至都可以连续 刚才那个电话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电话 都可以 一定要告诉他们 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渠道 几十万心血 我希望大家都能 都会舔 谢谢大家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 我们今天带了那个 李氏宝库的那个 正常小册子 我跟大家再说一下 让我拿那个 正常彩套 正常彩套 大家如果愿意要 就非常可以允许 所以大家在这边 一定要安全是第一的 然后跟家人联系 或者什么 就自己提个心仰 然后 呃 呃 大家来加拿大之前 肯定都会去 呃 学英语 然后跟外交学英语 但是我们现在在加拿大 我们有一个这个项目是 加外国人中文这样促进了 中国和加拿大的文化 也更好的能让那个所有的 中国人进行外国学生 然后主要这个项目是 跟张教授在合作 所以我想让张教授 过来给我们介绍这个项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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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们来 欢迎一次会计来 温泰豪大学 我要说的就是 同学和家长们选择 温泰豪大学是一个 非常好的选择 这是一个加拿大的双银大学 而且呢这个大学呢 在离这个温泰豪 这个 这个 加拿中国做温泰豪大使馆 非常近 就像杨登山说的 就走上去就到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我叫张森权 这是我的中文名字 我是从B.C.那边过来的 我首先的第一站是 维多利亚B.C. 在B.C.我的这个名字 张森权 对这些 对这些当地的这些 同事来说 教授来说很难叫 因为那个时候是 八十年代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所以呢 教授我们就说 你可以点一个名字吧 这个很难叫什么 张森华 我说那你要改就改吧 或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去参加这个 conference 研讨会 他写的是张森权 我一走到一个 就说不是我 说是一个男的 所以就改了一个 我一直看 叫什么都钱 他叫Sherry 还是Sally 他是Sara 我说什么都钱 只要是S 还是的 所以就叫Sherry 我现在叫Sherry 我就在 我是温泰滑大学的校园 我也去温泰滑大学的校园 和 维多地亚大学的校园 毕业以后呢 我就去了日本 在日本教 教中国文化 中文这些支出 在温泰滑大学 从那边呢 我后来又回到了 温泰滑大学 就是我们现在 我在这里就搞 这个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就是二外西德 叫二外西德 我的这个 我在以前 来自以前呢 我是在 我是在西安 外国语大学教书 我的第二 第二位 就是 也是跟那个 隋跟高文说了 是法语 所以 所以 我们在这个大学 同学们 还有什么机会呢 就是可以学 除了这个 学语的中业之外呢 可以学 英文 法文 还可以呢 做中文字版 因为我的这些学生呢 还有那些 Community Service 他们都找我们 说你们大学 有没有可以给我们 提供一些服务的 我说 你要什么样的服务呢 他说 学中文 我算得好啊 比如说 我们就给这个 加拿大奥林区课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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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们提供的 就是 学患有这个机会 是我们的 所以我将来 要跟那个 温泰华大学 这个 这个校友会 的这个 王位同学联系 就把这个 辅导中文的事情 把它叫 叫成功 再一个就是 希望同学们 来到这个 新的大学 在这个 温泰华大学 这是一个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我们的 我们的 在这里的 同学们可以 尽量的发挥 尽量的发挥 为加拿大的 多元文化 做一些贡献 比如说 给这些 加拿大的 学生 帮助他们 辅导 学习汉语 学习中国文化 这些 给他们这些 帮助他们 是非常需要的 前天有个学生 还在 所以我方好 跟王府联系上 另外一个 我就不要讲这么多 就是要说的 就是 一定要记住 跟家里边 多联系 前两年 就是有学生 家里都 一直找不到他 所以家里 就打电话 打到大使馆 大使馆的这些 官员呢 就找到 找到你们 什么样 什么都好好的 你赶快给家里 打电话 家里的父母 都太急死了 再一个就是说 我就跟大家 就讲一下 今天的 要欢迎大家 编门律 The University of Godallan This is a university of Canadian Canada's University Be proud of being here It's a great university and also the Ruva Maxi Madame Yang and the Madam Gol for 谢 感谢 楊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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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将来就再多联系 我的办公室 在 在丹丹丹 那边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那边上学 但 通过网络同学 和我再 再多多的 在这个 项目上 多来联系 就知道这边 项目上 多来合作 联系 祝大家在加拿大 我想好想去留一个很好的学习经验 好 谢谢大家 谢谢阿姨 我们的官员 对我们的帮助 谢谢张老师 然后如果私下 有兴趣参加这个项目的 可以跟我们学生会的人联系 然后接下来 我想问一下 多少人是学工程系的 有吗 我们请来到那个工程系的 国际事务助理 然后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 如果工程系的学生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跟Mandy 叫联系 谢谢 嗨 大家好 我是Mandy 很幸福今天能站在这里 跟大家发言 大家都知道 有一位中国的女英雄的名字 叫赵一曼 可能在座的前辈们 可能更熟悉一些 那这个赵一曼呢 去到中间的这个一字 就是赵曼 这就是我的中文名字 然后呢 我首先是工程学院的学生 是就读于工程管理专业 Makford 现在是最后一学期 同时就像刚才 我们这个主席介绍的 我是兼任 我们工程学院的 国际事务助理这个职位 我看刚才举手的工程学院的学生 很多 熟悉的面孔也很多 因为工程学院有一个 和国内的一个 文学院自己的一个 国际教育项目 但第二个学生呢 就是我负责的多一些 其他的工程学院的学生 接触的少一些 那希望通过这几次机会呢 大家能够 如果说今后 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不通找我联系 找我们联系 那个 办公室地址 还有具体的一些 详细的联系方式呢 在学校的网站上都有 那说到这个联系 查识这个联系方式的这个问题 我就想到 前一段时间 就是新生注册课程的时候 很多学生就一个一个的问我 就是学校的那个 program coordinator 他们的联系方式是怎样 这里呢 其实学校的这个 教授还有相关的面向 学生为学生服务的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的联系方式呢 学校网站上都有 学生呢 自己完全可以查到 但是 可能是学生们 刚来 大家都 一切都是 对于大家来说 一切都是陌生的 比较茫然 需要一些特殊的帮助 和照顾 那么我们 学长 学姐 还有是 工作人员呢 都表示理解 也愿意给大家 帮助和支持 但是 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既然大家选择了出国留学 就是 就已经是 要和那个 国内 像国内的那种生活 翻来张口 一来张手 一来伸手 那种 什么都剪现成的那种生活方式 说 白白了 这些 我们需要的是 培养自己 主动的去 查找信息 获取信息 还有主动 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在座的各位 有多少是 自己申请 来握大读书的 自己申请 不太多 有多少是 没有通过中介 没有拿钱 通过中介 然后自己办理 申请 签证 还有出国 这些手续的 还是找数 那其实呢 就是 就像说 刚才的那个 学校的 老师联系方式 教授的联系方式 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 还有 其他的信息一样 关于 这些出国呀 学校啊 这些一系列的事情 其实相应的 涉及到的 官方网站上 都有详细的故事 还有 都有详细的信息 同学的指标 要 去除掉这种 为难心理 就是 不要怕麻烦 就是按照他那个 网站上的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 指向心来 一步一步的去做 自己完全 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所以说 看到大家现在这个状态呢 我就是 有点着急 就觉得大家现在 就是提高自我 积极主动的 需要自己去查找信息 或者去解决问题的 这个意识和能力 非常重要 那么当 今后的话 大家可能要申请 什么提名 或者说要办续签 也都是需要自己通过 网站上的信息 自己去解决的 嗯 然后还有 嗯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除读语言的新生之外 其他学生 其实已经是 开学两周了 上课两周了 有学生 有许多新生向我摆平 他们分不上课 就是听不懂 然后遇到了很多困难 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信息时代 嗯 网络无处不在 尤其是在这个城市 在这个学校 嗯 你如果跟我说 就是 嗯 更不上课的这种情况 我觉得是 其实是根本就是小意思 根本就是 不存在的 嗯 可能是说 别人 当地的学生 或者是本地 就是说 英语的 英语比较好的学生 可能一个句子秒懂 那我们大家 那我们大家 有 有到几点了 有那个 有主歌 然后 有一百歌 我们就 一个单子每个单子来 一个句子 一个句子来 就是 把一个课能点了 都掃除掉 就不信 没有 就不信 懂不了这个含义 懂不了这个课本 不就是这么一句话吗 不就是这么一本心吗 就是慢慢肯 只要你肯不出时间 肯不出努力 然后 你总是 能够 听得懂 能够跟得上的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嗯 嗯 嗯 然后 如果说 还有学生就说 我实在是不懂 我即使是单子查到 我的每个单子的意思 但是放在 一个意思放在一块的 他我就不懂了 那其实还有很多 朋友同学 而且 这个学校的话 不开放 老师也很愿意 提供帮助 嗯 我们大家有这么多的资源 可以享受 所以说 嗯 这个根本就 就是眼前 可能就是刚一来 都比较着 而且大家都比较放在心上 只要你努力 还是那句话 你就一定能够 能够跟得上的 嗯 另外一点还有就是 嗯 还是说到这个 信息的问题 嗯 那现在的社交网络的 很多 像微信 微博 什么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这些 嗯 这些社交网络上 都有很多社团 就连 咱们那个 大使馆 也刚说 建立了自己的 就是 嗯 都会有定期的组织一些活动 一些户外的活动 健康有益的活动 大家都要去积极的 去发现这些信息 去关注这些信息 然后 嗯 不要总是宅在家里 不要 女同学不要老 宅在自己的 这个房子里面 他们去 男孩子 不要总是宅在家里 打电梯 嗯 这个咱们要 除了学习之外 还有有健康的体制 还要好好学习 还有还要锻炼身体 嗯 多去参加他们这样的 还有咱们 包括咱们学生会 都会此次活动 多去关注 然后 多参加这样的集体活动 多认识朋友 多分享信息 嗯 过一个健康的 有益的 嗯 游学生活 嗯 包括多彩的 游学生活 那其他的 具体方面的信息 嗯 我想 我们这个 嗯 郭大学中学生会 会给咱们 发了一些 讲测子 还有大使馆 其他各个社团 都会有一些有声的信心 在各个地方都给大家分享 我就不在这里 我不在这里多说了 嗯 那最后呢 就送给学生们一句话 那人生岂是一时得意 嗯 不管大家是 通贵什么来到这里 嗯 高考试意也好 或者是说 嗯 觉得是更好的选择也好 也好 就希望大家在 遭遇挫折的时候 要欺美 嗯 在成功顺利的时候呢 嗯 也不要 骄傲 嗯 总的来说 如果只要你是 逃着正确的大方向 一直是努力的 嗯 记住这四个字 殊途同归 不管你曾经是哪一个学校的 重点大学 非重点大学 重点高中 非重点高中 我们都在这里 我们都是新的起点 新的开始 嗯 生活当中 每时每刻都可以是新的开始 嗯 要做一个 健康的 积极的 嗯 阳光快乐的人 嗯 温暖自己 也照料他人 大家 听了钟钟 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 呃 我们使馆教育处的免事部的 大家可以有问题 呃 有没有就是 呃 有没有就是 呃 什么各种方面的 需要资讯的东西 问我们的免事部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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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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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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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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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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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失效了 我們現在到這些前一年之內 是不到最後去辦 就是辦護照的 辦一個新的護照 對對對 三個星期 一般來說要三個星期 拿到 對對對 還有別的方案 還有別的張臉 我們第一學會打破門 第一學會打破門 這個問題我等一下就有答案 那大家都有主任的手機嗎 大家都有微信吧 有微信的叫什麼 掃一下這個阿爾達 如果你在後排的同學 看得清楚可以找我們工作人員 他會把這個紙片上沒有 我們可以發下來 找這個同學掉下 ok 這次你夾過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後面沒有入座的同學注意一下 後面沒有入座的同學 站著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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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著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這個Dulu軍手塞 後來掃一下微碼 ok 掃到掃了 我們現在是這個Dulu軍手塞 然後 就是 大家在這邊生活 留學 所需要的 各個方便的東西 我們這個Dulu軍手塞 都有的 然後就直接切入這種情況 嗯 首先是關於使館的 嗯 嗯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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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館是在 5157 Project Street 然後這個也是 呃 印記面畫的上面都有 都有寫 ok 然後以 補發 或者是 呃 換發 護照的這個Dulu軍手塞 上面都有寫 呃 就想當彩命隊同學 不知道怎麼 呃 之前換發 護照 你可以來看一下這個 就是這個Dulu軍手塞 基本的工作 都有寫 然後對外一個 我想提醒的同學的就是 這個 所有同學 呃 到加拿大之後 首先要到使館 教育署的網站上註冊 就是你回國 就是你畢業回國 辦理這個 留學人員回國證明的第一步 你不換 這個不再有註冊的話 你是沒有辦法 獲得這個 留學人員回國證明的 所以 回家這件事 就是人生要維持 對 然後就是 換發 這個 護照的這個 護照的這個 護照的注意的事項 對 有些同學 不想先洗衣服 把這個護照洗 呃 洗皺了 或者是被寵物養壞了 必須 呃 有事情的換發 這個 否則的話 可能回到國 或者是 不讓你站 或者去安大 這個要注意一下 對 然後 再加在移民局 就是 跟你在這邊 學習 生活 就是打工 去先入薪了畢業 工作 移民都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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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留學生 打工的問題 你讀語言的話 是不能打工的 就是 就是那個 你讀語言 是不能在校外打工 但是你可以在校內打工 OK 然後 你進入職業課之後 才可以在校外打工 每個 每個都二十個小時 然後假期也沒有限制 呃 關於打工 還有沒有 同學有問題呢 就在說 都沒有問題 OK 然後你打工的話 需要申請一個 搜尋 下面會講到 呃 呃 這個 這個 是有點小啊 但是你看 你會在 掃描 這個 微信的同學 都會收到 一條信息 這麼回覆的信息 讓你上 這個左側的網站上 下載這些配戴文件 然後 關於這個 簽證 這個簽證 這個簽證叫 臨時居民簽證 是你的入境簽證 這個是 可以過期的 是可以過期的 OK 呃 這個 但是 有一個簽證 是不能過期的 就是你 入境的以後 拿到的這個 學簽 是 大家剛剛指 一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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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什麼 這個 學簽證 不能過期 然後過期的 再加上 大概沒有好感受 就是 呃 推薦 在這個 學簽過期前 二到千個月 出現 這裏 最後 有非常詳細的 一步一步的 呃 大家要不要去 算 可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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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這個 入境簽證 這個簽證 然後 跟 學簽 一般是同 聽過期的 第一次來參加的同學 跟這兩次簽證 是同 聽過期的 呃 打算會有同學 一定要早點 請請 對 然後還有一個 畢業空間 畢業空間就是說 你也長 你的正面 呃 畢業之後 是拿三年的畢業空間 你的 呃 畢業之後 90天內就要請請 這個日期 畢業日期 呃 大家每個 同學 在學校的心目裡面 都有一帳戶 他這個帳戶裡面 會標準一種 你畢業日期 一般是 經過考試經過本周 你會 受到這樣一個 畢業日期狀態 你這個狀態 算不起 就是 要申請 公簽 呃 否則的話 就沒有這個申請了 而且這個公簽 你一生中 只能申請一次 所以的話 你 沒有考試 要這個公簽的話 呃 呃 比如說 呃 呃 那這樣 就很難一次 然後 關於這個事情 Social Interest Number 然後大家都是 弄越E法 到的時候 有沒有對E法 跟錢到的同學 沒有 或者 然後 這樣的話 你辦Social Interest Number 方法非常簡單 拿你的學籤 拿你的護照 然後去Service Canada 呃 Service Canada 就在就是 Wordat隔壁的CB號 就是在這個面上 CB號 然後 你現在手上 怎麼看清楚 三個人的就是 箭頭 指著這個入口 炸出Wordat隔壁 隔壁隔壁 就能達到CB號 然後 關於戰的 這個戰場同學 都會給我下一張 國內在一張 國內在一張 OK 保證這個狀態 然後那個 有誰想說 在八個月之內 買車的 我不是賣車的 OK 如果你想 在八個月之內 買車 你國內有駕照的話 你要請在國內的 車管所開的一個 將來證明 比如說無事故證明 什麼的 然後再拿到 這個來證明 可能接 他會不接受 國內的公證分 解不及要在這邊 OK 然後是國內有駕照 副檔 現在八個月內 買車的話 你無所謂 你可以在這邊 考彈照 這邊大概有更急的 分G1 G2 還有G G1就是書籍調教 你拿到 就是 嗯 就是 筆士 過題 過題以後 拿到一個G1的調教 但是還不能開桌 你不需要在 照片的配偶下 或者是 等於有四年下零 而且拿G牌的 朋友的配偶下 才能開桌 你自己是不能開桌的 比如說 比如說 我不能找交換 因為找交換是 三十五到四十塊錢 一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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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四個點 在那邊沒有四個點的話 你沒有方式 不能換你 不能聽你 就要注意這個 然後我剛剛提到了 這邊在G1 G2 這三個等級 每個等級 等到等一年 就是因為你現在 考G1的話 你拿到 就是 正式在到G牌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 等了之後 除非你如果沒有 價錢可以抵消 這種等級 G1等 就是考G2 G2就是 陸式的 陸式的話 可以找一個 便宜 或者是找朋友 陸式還不可以的 G1到G2 之前要等一年的時間 呃 如果你上下了 下了請購報 你可以等八個月 然後 其實你怎麼考G1呢 就在網上 Google Aware G1X就可以了 非常簡單的 這個手上的 有關機 點一下啊 就有這個G1來提 一般的非常簡單 你呃 今天晚上的 然後你可以找人去 去找就可以了 或是要預約的 然後 G1X每千 主語言和同學 是不能申請每千的 不能申請每千 主語言和同學 如果進入專誼課以後 進入專誼課以後 是 我個人推薦你 角色不約 最放學的幾千 這樣工作 繼續招募錢 一般是每千 是給你一年的 距離步驟就是 你在網上申請 天稿 然後去預約面試 交一百多十美元 呃 一般前天後後 大概一個月 去辦下來 對 這個面試是誰都逃不過的 所以的話 你要想去美國玩的話 肯定是要面試的 哦 面試的問題 就是你來 在那邊幹什麼 去那邊玩 對 然後 然後 赴臺旅遊的話 或是呢 可以從這邊 不需要 申請這個 呃 赴臺證 就可以去 臺灣 玩 然後從臺灣 轉回大陸 你要申請 要向這個 叫 臺灣 入三大 經濟文化代表 進去 一個叫入臺 進去 那從香港的話 你不要放任何 通知 如果不到 可以進 香港轉回 然後 關於 第一名的話 我就不多說了 呃 有性格的東西 看一下 可笑 然後 關於這個 我的好 我想提一點 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 下段時段的問題 到 11月份的 第一個周日 你會多一個小時的睡覺時間 11月第一 一個周日 明天兩點鐘 會變成一點鐘 OK 然後 明年的三月 等第二個 周日 兩點鐘 會變成三點鐘 你少了一個小時的睡覺時間 但是你 到11月 就補過來 這個 我就跟大家提一下 避免到時候 你錯過了 上課了 或者到腳趾上課 發現沒有人 就沒這種情況發生 然後你 比如說到 11月第一 個周日 然後你咱們想 不確定 呃 整齊時間是什麼 然後就打下 公告示 電話 隨便沒 當然是英文的 打下這話 都給你報 就是 整齊的時間 對 就是 閡門節 是 呃 十 看不清楚 應該是十月份 第二個周日 看你的地方 对对 我在外面 不好意思 你在看镜头 等下一个节目 比如人节 我们在我做这个地方节 好 大家 关于这个钱呢 大家注意一下 对钱的话是收到的 冬天的话 就不要再暴露在几个人 几个人的网友一下 对 我们一动做的 OK 然后在下一个节目 不要去晒了 晒了的话 它会选择一团 然后会选择每个 硬币都有一些 像这个 哪块钱叫 Looning 然后一个 一块钱叫 哪块钱叫 Tooning 一块钱叫 Looning 二块钱叫 Quarter 然后十分钱叫 Dine 然后 一分钱叫 Nickel 一分钱叫 所以 因为这个 一分钱的平常 平常 大家现在看到了 所以大家在那里 握在华生活的某些时候 可能会遇到人说 你有没有一个 Hotter Hotter 一定要了解一下 一些硬币的 物别生 然后 关于 在华仔华中华所 秀兰老姐的外国地标 这个地标 大家要说明 比如说 它是 购物中心 可以出租的 公民老大城的 大口麻辣 还有其他社群人 往他走 然后的话 就是 秀兰老姐的地标 这个地标 还有表明 然后 关于周三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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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看一下 这个 那 关于 银行的话 您就之前在这些 已经讲过了 我现在就不再 不再重复了 那我想 重点说明的 就是 这边银行服务 跟国内的银行服务的 一些 具体的差别 我这边大概有 十个例子 我 可以挑选几下 比如说 比如说 一个支票 就是支票 在国内的公司才有 而且你支票 不能折 但是在加拿大的话 你个人是可以 就是很便宜 比如说 是外甸本子 可以买了一大本的支票 这也就是可以折的 对国内 嗯 不太这样的一种方 那我说 嗯 汇款 汇款 比如说 在国内你提供了一个卡号 就给你汇款 但是在这边 提供账号 不是你的卡号 因为卡号和账号 是不一样的 这一点 一定要注意 然后这层前 有些 国内 会提供 直接 把钱放进去 就可以前面去 拿着这种用 但这边的话 也会 有 有 要 拥有 所以 对 这个 这个 可以 对 这边 这个 就是 对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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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个 这边 这个 那这边 然后的话看我叫网名 啊 比如说我租了你的房 然后我送点房 我轻轻给你 轻轻给你 dużo并 yap 然后有没有你绝对 不就换钱也很急 认为点给换 OK E-Low图是E-Low图的部包 也是有点保险的 和内包图是部包的 哪些图是包呢 比如说你在E-Low图所有的费用 基本上都是包的 不管你是大兵 或是做大服势 或是活台伙 这些好几个事情是包的 关于这篇图 这篇图就是911 像一段多重 大家就是1100国家 急救救 第二完结决了 解决 ecc 让A-N Katherine 创造唆 要270元 、接 você hvis Mr Shawn cesvous 人工 必须要審が 要200 不需要 不需要的话消购 如果比如说你 他换了一块的 就是把手擦了他后 那叫做物车 那医生认为这个 是不需要做物车的 他会让你交270块钱 所以大家叫做物车的时候要 就是判断起来 这个 目前的情况 会不会被医生的 社会去新闻的话 我会让大家记得看 然后关于电光 我看一下 大多数的东西都戴了眼镜是吧 那个 电光的话 电光配置 这边你去电影里面 那个光石皮电的话 大概是300-400加 这个电光眼镜 但是同等质量 只要120块钱 如果你在网上订阅的话 这边收集的一些比较好的 在网上电光的切换店 或者甚至淘宝上去订阅 我可以订阅的电光 到一起 前面甚至你有了 这个 呃 面光的这些处方 比如说 左边的 看起来 就是 各个 这个 呃 就是面光单身有哪些参数 这些什么各种 不管你第一门 还有中 中一门 规定的 还有 有些是 配框架的 有些是配眼镜的 因为你同样的 设计配眼镜跟配框架 也是配仗的 所以要注意起来 呃 作为公寿 我用多说 但是我想提醒大家 注意安全 晚上九点钟之后 你要是 在大战粉红车的时候 灯后有一个黄色的灯 你只能在内灯上的那个 牌子那里面说 其他的牌子都关掉了 晚上九点钟之后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呃 晚上七点钟之后 你做任何一个转车 你可以让司机在 呃 你任何安全 后的地方停 之后他会 密码可以停 他不会 就是 必须到一个 这样才可以停 就是晚上七点钟之后 你可以不要做司机在任何一个地方停车 就在路线上的一个 任何地方停车 可以停车 你的优优算 优orts是 郭先生乘优 Cocos 有 attractive 对,然后你U pass,你不要,你不需要U pass的话,你不要去卖表达,所以你会看得比较,如果有人买U pass被抓的话,你只要花他一百,就要七百块钱了。 对,然后,但是有人会用Google app,有人不会用Google app? 你会用Google app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个声明,看一下什么系的,坐公车的一步,还有这个系的。 然后这盘出租车呢,出租车的,在车轮里面,这个里面出租车的提供点,如果你找不到这个画面,可以给这个,这个公司打的话, 在车车的租车的,租车车公司的地方,一般是,头脑的地方是比较大的。 然后关于租车,租车的话,国内有载车的同学可以在载车的租车,你必须先让一下载车在这边翻译,不是国内的载车公司,这边是不认的。 你可以在这里登陆起,开三个月,国内的载车,就载车把它翻译了,然后可以租车。 好,租车的话,21岁以下是没有办法租车的,21到24岁之间是要交25块钱一天的这个年轻私机的一个费用。 因为我们说这,25岁之上的一个负贷的费用是保险的。 这样的话,你自己开车就多多了,就能够了一个地方。 关于买车,我相信大家现在还有买车的需要,但是在你熬过这个冬天之后,你会发现,每个车车都有必要的, 就是住宿舍的的训练。 衬车的区域,你挑一须一须的步骤,什么需要付款,你身载,二手之外的新州的区别, 跟哪里找不到最平的汽油,这个手头上都有险。 然后比如说你买这套美生买的 然后有这个过步的步骤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先考虑 有这个保险 保险是这个 保险大概剩250块钱左右 如果你年纪稍微连长一些 大概说会在100多块钱左右 你可以根据这个情况 然后收闲在这表上查一下 我收拾了很多同学的保险的价格 可以参照 然后具体满车 满车满车的一步一步的步骤 在这手上能够有钱 非常详细的 你需要收拾哪些 你们现在怎么 要怎么避免带别人坑多的钱 你这边可以靠下自己的车袍 对 挥柔 比如说像激光中 或男生的耳朵 或者更连一点 是想玩的 除了卡库 除了一些的卡库图 可以找这种挥柔 挥柔 但是增车会想到多的多 但是这些更加的 提前在网上变 直接人去的话 还是上年60 就是64吧 可能 可能随着网上 提前打的 这段时间是挥柔 挥柔 挥柔 有卡库图 有卡库图 然后手机有问题吗 刚才都有手机 我再讲 我想关于手机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大家可以免费打电话吗 免费打电话 但是你不能接 但大家都有Gmail 有Gmail 可以在左边 有一个电话 绿色的电话 你们点下 会收到一个括号的框 你就可以免费拨打 加拿大和美国 美国的电话 在最近只能打空的波 你在电脑上 比如我们在这些电话 点下这个 电话按钮 就可以拨打电话 在电话转电话 这个方面呢 比如你有在美国的同情 或者是在 加拿其他全部的同情 你拿电话转电话 再电话转电话 小了 多老五点 多老五点 那有人用这个程序 电话卡 比如说Covie 或者甚多的电话卡 比如说你拨中国 从加拿大的拨 中国先拨零零零 然后你的区号 再拨你的 做零零 或者先拨零零零 直接或者 零零零 再拨个零零零 再拨个零零零 但是 因为是 从加拿大 中国的是先拨零零零 然后你要是从国内 从国内往三大 的话 要拨零零零零 这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的东西容易找到 所以有些可能的同学可以看下手上 所以有些可能的同学可以看下手上 随便于各的网站 对 连这个 中国人都在 跟我说 你找黄色的时候 你会想 各种问题 一直想到 想不到 都在这表演 所以大家在找黄色的时候 打开手上 按下这表 这情况就很大 所以很多都是想到的 然后搬家 然后也搬家 这个 我就不太 然後搬家改地址的這個內容 有這個加到的擺盤 進行卡或者是手機公司 連環盤都修改地址了 各位拉計的回收 可以再會想去做 還有退市呢 退市才有什麼興趣 退市的話是你的 你可以退市呢 有這些 你退市就需要整備的東西 有你的證件 你的收費保證號 你收費保證號 你收費保證號 然後你如果打工的時候 如果打工 你的老闆會比較短 叫T4 是將後稅的表格 然後你如果 年航沒有利息收入的話 年航會寄給你T5 然後還有學費 學校 會給你的表格 叫T8212 這個表格的學費是可以 呃 理稅的 我說理稅呢 不是退稅呢 因為這個 學費 它不能直接退給你 比如你打工 你需要交稅 對 因為你付得負過學費 就要不 你需要做交稅 去充電 你已經交稅 是這樣可以做的 但你身上 拿到的錢 都有什麼呢 甚至祝福 那就是 退稅的步驟 就是 不過這時候 第二个退税可以放在这个栏 然后我们看一下 最后我们拿到多少层 可以退税的 基本上你拿到的税 税的两部分 两部分是你的房租 再让你选择这样的地税 加到房租可能是包括地税的 加上你四到五十个月的房租 你住房十二个月 然后这是五千四了 加到五千四的房租一年 然后你会 来民报税的时候 你会退货两百七十八块钱 这是房租的部分 然后你消费的税 会退货 对方你两百八十三块钱的税 那么金钱 所以你在那边住下 大家能收到五百块钱 就没退税 退税是在来民和奥运的 你现在小费很快 你就要在来民奥运的 去报税 去利等报税 有什么能够利益的情节 发过就是 有问题 还有同学问 我的购物想法是不效果的 我说不效果的 也说跟你一样 有问题 哪个一面老板算了 有个想法做导臼 这样有没有退却 没有必要的想法 因为他不太能想法的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续签了 续签的话 我照顾第一手上你都有些什么要给去 都给去什么的签了 可以去你的学签 你的入境签 有实习的学生需要申请实习冠签 然后你毕业之后就要你毕业的签 然后还有 手上还有 你申请续签需要有所有的文件 的样本 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样的文件 我会知道这种文件长得什么样子 可以来跟手做 一步一步的 中介会差不多200块钱 所以你200块钱去许一期 但是我看了我这个东西 你会先不用花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我想第一个就是 这手做是不是PTF合适的 你会在房子上下来 以后有些同学会出现一种是说 有一个输入密码 但是对了 我都是没有加密的 问题是PTF合适的 Autobe Rader的单独开滴 如果你单独开滴的话 你也是很像的 Autobe Rader就可以了 在路由没有 苹果的机能用途 苹果本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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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在 游软器里面搜索Autobe Rader 在Autobe Rader 没有任何东西 在Autobe Rader 没有任何东西 在Autobe Rader 是相信了 没有 我非常感谢 这个年轻人给他自己做的新生手册 这是新手册 刚才你们扫了个二人码 都能看到 然后我们再次感谢这个使物馆 领导还有这个老师 来给我们带来一些他们的经验 还有一些说一些 我们需要注意的东西 然后说这么多生活和学习的东西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有点 无聊或者什么 但接下来我就说一点 我们怎么玩 玩一定要玩 然后首先呢 我想说就近期我们莴代华 有有那个我们莴代华大学 塔尔人大学以及阿尔顿考虑 三校联合组织的一个新生音歌唱比赛 然后我们现在请那个Jason 给大家讲一下 他是那个活动主要筹划人 怎么参加怎么报名 然后已经怎么想去观看怎么看 给大家说一下 来来来 好谢谢谢谢 呃大家好 我叫Jason 然后是那个新生音的 国家新生音的主办法 嗯 首先就是在 City上面都可以说 主页看到我们这个贴贴子 然后那个信息 嗯 主要是这一次 就是新生音的目标 就是提供一个品牌给大家去展示 看那个才华 嗯 对于音乐 对于音乐 有那个热声 有爱好的同学们可以去报名 上面也有一个联系 人生音的方法 去设一个网上网上那个报名的 是在那个Google Google Google 它有一个大会码可以上 找人用手机去报名 啊 大概就是下礼拜五 就五月十五号 可能都会在 各大学校会有一个 海神的人演 然后 第一年会晚点公布 啊 主要你当年以后 都可以去看到的 然后我们R11号就是那个 啊 在加广网中心 就有一个预赛 是海神 进去海神的人 就是去出赛那边去演出 大概就是一整天活动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跳 已经开始可以迈了 再一次 但是我们在网上也是网上那一部 可以自己去选位置 没热 啊 是在联赛的 欢欢高的旁边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是一个酒带 有酒带位置的一个 很啊 高级的舞台 对你们有 你们有对舞台感兴趣的 可以啊 自己下跪找我 可以啊 我换你去报名 啊 你们热 饿吗 饿 饿 听完都可以吃了 然后那个 嗯 这个 啊 啊 这个 这上一年 啊 对 然后决赛信息也会在网络上 登录 还有CFC 啊 comefromchime.com 嗯 上风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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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我们 食物大老师 由于这个 还有别的事情 他们就先为你闯着 谢谢 谢谢 我 我替大家 啰嗦 一切 好不好 呃 我是食感教育处的工作员 在两公餐的领导家 直接为大家服务的 呃 我就会给大家 呃 常在一起 就是大家 咱们食感教育处网站啊 大家最好花时的东西 登录一下 呃 上面一个 有个 在这里注册的系统 通过这个系统 大家接着去 食感 是哪个系统 呃 开机玩 大家欢迎你 现在找不到我 可能知道怎么找到你们 好不好 然后上面有一些 比较重要的信息 比方说上的呃 卧槽里面的手册 现在他们的主页上 都有这个 都有链接的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后呢 以后大家申请 中国政府的感觉金啊 包括这个 申请博士啊 呃 优责这份奖金 上面都是有这个 有相关的信息的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一看 我带了一些 有些手册 在后面 大家可以看一看 上面有 交易车网站 还有各个人的方式 呃 最后感觉大家 对我们的支持 这一单 我非常感谢我们那个 那个 远路 那个 刘宝珠说的这些 然后现在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未来半年 学生会会有的一些活动 然后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个日子 然后 如果一会儿我的问题 哪个 哪个投套日子说这个话 我们这 有那个讲解 说我们那个 郭戴华大学 中国学生会 带有多做的这个杯子 然后我现在说一点 那个10月10号 我们洛戴华大学 中国学生会 会有一个周期 就是我们的周期 就是如果你想加入我们洛戴华 中国学生会 的那个同学 可以在10月12号 10月12号的时候 来给我们工作人员联系 然后我们一会儿联系方式 就会在后边那个桌子 如果有兴趣参加的话 我们可以过来参加一下 然后是就是9月19号 9月19号就是三校年办的那个新婚姻 然后呢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 我们9月28号 有一个这个 Sunset Multi Party 就是我们 我们这个学生会组织 在那个 在那个卧带华运河上 租了一座大船 然后大家去那个 看日落 然后办 那个穿上你这个 好看衣服 我进来开一个舞会 party 大家来国外 肯定能 和互相随徒 感受一下国外的这些 party人嘛 然后就是 10月3号 我们组织 Cardie Night Cardie就是 就是夜场 如果喜欢 这些夜场 这些人 可以报名参加 然后10月4号 就是新军阴的决赛 10月5号 我们要对组织 每年都有的一个秋游 就是赏着在河子 风月 风月红了以后 我们去一些山上 找看那些风链 然后 做10月3号是超新 10月31号 我们会办一个 半圣节的变胞party 是吧 半圣节 大家肯定都不知道 然后10月 我们有一个teacher 创意大赛 你们都 你们来报名 我们会给你一个 紫白色的teacher 然后你会用一些 你的那个艺术器官 然后往那画一些 什么自己喜欢的logo 然后最后我们会比赛 然后我们还有 非常丰富的奖品 那个 现在我们未来半年 活动就这样 我们问大家 那个记不记得 那个 我们的那个 那个船的那个 理会 是什么时间 大家有记得吗 好 什么 几遍二遍 好 来 来 张铅堂 现在还有一个男兄长的二八 是哪样 谁 那我就再问了 我们这个高新日是什么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讲不够 那个 来 那个女生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仿佛业 秋油的朋友 大家去 真快 好了 好了 一定要去 那些秋油比较有意的 然后我们那个T恤大赛是在几遍 再来一个吧 回去送朋友 非常漂亮的一个杯子 大家可以先看一下 是我们上面有我们那个 这边后边的那个缠组 但是一个新的合作 UCSA的一个合作的杯子 那个我们这个活动的秀 大家一定要准时 就是有幸福一定要去参加一下 然后现在呢 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结束了 如果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福利 就是如果说 就是我们过来 有一个那个 万分事件 然后他 他上面卡 拿着卡去消费 中国的餐馆超市 什么东西都有大折 10% 就是大折 然后现在大家排队 去后面点一下 填一份信息 然后谢谢大家 就他妈崩溃了 就这吧 吃饭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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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那边